大家 打個招呼吧 誰也請 哈囉 各位妹子的朋友 還有各位玩家 大家好 耶 看誰也請好開心 最近你在忙什麼 又報告一下近況嗎 我最近啊 我剛剛殺青 剛剛從滷錄出來 那今天你只做一件事情 特別回來參加什麼次的活動 就是殺青後 然後在我放假前出席的最後一個活動 然後真的很開心啊 因為真的好久好久沒有在台灣跟大家見面了 所以你馬上要過年啦 對 就馬上要過年放假 因為他特別犧牲一天來跟所有玩家們見面 那剛剛我們看電視網告 那個時候還是錄300萬嘛 對不對 然後剛剛Terry他update一下這個數字 來到了900 那這一年你有在台灣 2013年有花多少日子在台灣度過呢 2013年啊 半天 10小時 那我應該 真的在台灣的日子大概3分之1 無論如何啦 你可能在工作中還不知道神魔之塔再半年 現在到底變了多黑洞 我們簡單問玩家 現場一個人的問題好了 你手機裡 有神魔之塔的請舉手一下好嗎 有聽說過神魔之塔請舉手一下好嗎 我覺得你不論問誰沒用 看誰敢舉手 所以人氣是爆猛的 相信你成為代言人的心情怎麼樣 跟妳分享一下好嗎 當然是非常非常興奮 因為能夠成為這麼這麼夯 這麼紅的一個遊戲的代言人 然後很開心的是 比如說我要是在其他地方拍戲的時候 然後會常常沒有辦法跟粉絲朋友們見面 或者是跟朋友們見面 所幸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粉絲他們 就是也是神魔之塔的忠實粉絲 都可以在遊戲上面跟他們一起互動 就比較不用那麼那麼就是有相似之苦 那Terry 半年前你怎麼用這樣的眼光 認為什麼是他在秀式陳彥犀呢 對 之前有說過 但是可能我今天在想的 因為我看了一個電影 但是謝謝你 因為陳彥犀做了我們的代言 我們的 我還記得在半年之前 我們在Facebook的粉絲團 只有20萬 現在已經有210萬 所以非常感謝 所以這個數據不騙人 不如這樣子我們向左邊 站到那個角角那個叉叉